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先通知一下商场部的人 不用了 你们跟我一块进去 可是还没有安排好 这就是我鬼儿来这里的目的 你件衣服都没卖 又不是光我们没卖 也对 下班我们去打玩 你说吧 不知道 喂 亲爱的 我今天很早就下班了 玩一起吃饭吧 吃牛排怎么样 没事 商场不就这样吗 反正现在这店里也没什么生意 我就帮你顶着呗 你帮我买几个东西在下 拜托打减价能不买那么多吗 我要红的 小姐 等一下 我待会跟你说 你好 妈问一下这个包有灰色的吗 灰色 您确定要买吗 如果您确定要买我就去给您拿 我们店里有很多别的灰色的 您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灰色的 我不知道灰色的成色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买的 您不确定要买 我怎么去给您拿呢 让你拿 你 你就拿嘛 不好意思啊 先生 现在柜台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能离开我的职业岗位 再说了 这要是丢了东西 我可负得不起 柜台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之前的规定不是 柜台至少要有两个人吗 对啊 那 那柜台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上 上厕所去了呗 去这么久啊 这是人家拉肚子呗 这是人家生理问题我也管不着是吧 怎么样 买吗 挺好看的呀 我恨他不是去上厕所 是他洞里没栽吧 谁说的 你要不你去厕所看看 程经理 林总要来试查工作了 快通知大家 对不起 林总 我来晚了 有什么需要吗 林总 这位是商场的刘经理 刘经理 我想要一个包 但是柜台上没有想要的颜色 怎么回事 还不够去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什么颜色都有 我现在马上就去拿 柜台上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这张制的不是民体规定 必须两个人同时在港吗 那个 他家里有急事 所以我先帮他顶一下 他马上就回来 马上就回来 他怎么没有跟我请假呀 这个 我想这应该是刘经理的管理问题 是 林总 是 你一个月公司多少钱 三 三千 业绩奖金呢 没有 为什么呀 没有业绩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无态度吗 对对对 林总说得对 你在这工作多少年了 五 五年多 我现在对这儿的情况 应该非常了解 我知道了 我们走吧 林总 请慢走 欢迎下次再来 林总慢走 对不起啊 慢走啊 林总 好 坐这儿去 林董事长正式向大家介绍这位 林英雄先生 从现在起呢 借替董事长的一切事务 集成我们林氏集团的新总裁 这个 老林的公子 对 哎呀 果然是年轻有为 气度无凡的 还真是那个 我有力气不可以示人的 不愧是老林调教了多年 他要出来的接班人的 这位是 这位是跟随董事长多年的 吴维先生 可是三朝元老 能离仇吗 幸会 幸会 请 这位是赵正芳先生 主要负责民寿产业 这鱼青先生 主要负责酒店产业 人称是世界酒店之神 刘岚女士 主管也是产业 她可是我们影视界 兵兵有名的女强人 丁沐森先生 地产公司的高总 金融顾问公司的陆总 其他几位都是总部的高管 现在会议正式开始 请各位高层分别介绍一下 各个行业在发展上 所面临的问题 林总 你对零售行业目前的发展 都有怎样的计划 我这正规划 今年下半年要大步地走出去发展 酒店也这一块呢 目前竞争非常激烈 你看我们是继续高端化呢 还是分开发展大众化酒店 我们集团公司旗下的影视传媒公司 在广告方面的投入 资金占整个项目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十 而市场回报和广告收益 却走过影响 好 林总 现在兽马区的话 山寨股票也是成功不穷 而我国的法国法会 还不少见识 就为了整个人 但让我们朋友们知道 一个人在这一块 是集团旗下的权贵 准备外的非准投资投资投资 我们今天应该在 这一场投资投资投资 零售方面 服务要比产品更加的人性化 在保留原有架构的基础上 要加速分店的发展 但是记住 我们只走高端市场 酒店的经济投资很大 但是回馈利润相对较慢 我觉得如果和房地产 娱乐性产业 这些综合性产业 进行连接的 就会有更联动的 收获和效益 影视投资这笔广告费 我觉得不但不能增加 而且要相对减少百分之时 泡沫地产 语出的合理性 我想请问各位 房子的市场 到底有多大 不晓得董事会 开得怎么样了 你就放心吧 英雄既然不让我们 参加他的董事会 肯定有他的自信 但愿吧 就怕他扛不住 大伙的长枪短炮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刚才林总的一席话 我是颇为欣赏 受益匪浅的 在很多的观点上 我和林总都是 心有灵犀 不谋而合 但是 在削减影视投资的 广告费用这个问题上 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啊 吴总监 您请这说 林总啊 这个影视行业 它是个暴力行业 对 投入大 可回报也大呀 要办事就得花钱 要办大事就得花大钱 看得见看不见的钱 都得花 吴总监 我觉得您说的都对 但是情人啊 这个世界它不是 像你所想象的那样 除了黑就是白 那么两极分明 所以啊 我建议 广告费用 非但不能削减而消 追加百分之二十 我想 如果林董事长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 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个会议 对 黑白不分 就会有很多灰色地带 我相信 吴总监要比在座的 任何一位股东都清楚 林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再怎么说 这些股东也是身经百战 在商界都是你的前辈学长 是 嘻哈 犀利都可以 锋芒毕露也可以 但是 你不要说这些外行的话 那也会显得很无知 很白痴 很天真 很傻 吴总监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没错 当然没错 要不然十几年前林董事长 为什么选我做开黄牛呢 蒙顿这个牌子 和赛拉的运动服务很苦思 营业额却不及赛拉的三分之一 你说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 这就是同行竞争的残酷 竞争残酷无可厚非 但打着股东的旗号 却中饱私囊的商业手段 更实意 更实意啊 非总 都说新冠商人三八火 林董今天刚来 就想燃起一把大火的 有 感谢各位这么些年来 对临时集团的支持和帮助 但唯有改变才能与时俱进 众人失差火焰高 今天我也来天三八 第一 在实行员工聘用制的基础上 对高层领导也要实行竞争制 聘用制 员工和高层相互监督 股东除了要拥有一定财力之外 还要有企业的口碑和人情 第二 培养内部人才的同时 要不断地招募英才 加大服务和售后服务力度 不断地招募更多的诸实 真是畜生牛肚不怕虎啊 果然犀利得很啊 那请问林总 将如何安置我们这些老家伙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 首先 高层股东跟员工一样 要进行再培训 不断地完善自己 但人在其位就必须称职经验 这样才能为员工和集团 带来更多的利益和辅助 行了 看来林总今天是有味儿来啊 好啊 那我们这些不称职的老家伙 也应该有自知之明嘛 林总啊 今天我就向你提出辞职 是 跟董事长也干了有小二十年了 该休息休息了 老吴 你看这这工资怎么少得了您呢 没那么严重吧 吴总 您消消气 就是就是 这工资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